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APP如果说确诊者如果都没有上传ID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不知道怎么上传ID的话这个APP就逊中虚设 明明有接触为什么没有通知 根据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八百万人下载台湾社交距离APP 截至二十七号本土个案已经累积五千五百八十四例 但上传的确诊者资料却只有二十九个人 换算上传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五 这样真的有办法达到市井效果吗 确诊者要启动必须要由卫证的人员来做处理 这个有个资保护的关系 那我们在前几天的全国跟地方的全国防疫会议上面 有提醒县市政府卫生单位要协助这个确诊者上传这个APP的这个启动 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去通知接触者的目的 指挥中心强调会再请地方政府协助确诊者来正确填写资料 让APP能发挥最大功效 三十元资金区全游荣